人工年月日工 您外貌亮眼 等你市民伺候 非 起提醒五段倔強 等之 為唐高松帶下皇子后 迎接身為二輩週一 更加備受取 娘娘 您昨晚整夜沒睡好 天氣炎熱 御膳房 早已特別的豐富了早膳 您還是要點吧 本宮不是嘱咐過嗎 天熱 讓御膳房準備一些 清爽 烙味的東西來 這菜這麼油膩 叫本宮怎麼吃得消啊 啊 娘娘喜怒 指聲聲善訪太監新來的 都熟悉弄錯了 哎呦 娘娘是無罪啊 老臣為監督 向人們為娘娘盡心掌善 是老臣舒適 日後定當緊尊娘娘吩咐 當差辦事這麼不小心 拖出去 賞她一戰紅 是 萬萬不可啊 娘 萬萬不可啊 哎呦 娘的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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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群飯頭 瞧 把這宮裡的氣味弄得這麼油膩 無焰瘴氣 天氣這麼炎熱 你點著甜蜜的果香 存心與本宮過不去是吧 別人喜怒 別人喜怒 還不長嘴啊 別人喜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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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厲害的人 不是讓自己累死 而是讓自己的手下做事情累死 這才叫真本事 嗨 大臣奏報 常常陳你最近異象頻傳 這是怎麼回事啊 回禀陛下 陳聽聞百姓間最近燃起了一種怪病 不只臉上會冒出不眠的痘痘 還伴有口乾舌燥心煩到汗的症狀 不知是否為天氣炎熱所致 喔 這是何故 回禀陛下 熱燥乃外感六營病因之一 加之長安城百姓洗食昏心 菜色多油膩三味固有此症 那你說說何以得禁 陳同太醫術諸位要師 已查找古籍研究多日 只是目前還尚未研製出藥方 而是陳的愚鈍 請陛下恕罪 你們繼續研究 必為不傷身的良方才好 是 補兆移到 來 秘書 媚娘 坐 陛下 你應該歇一瀉了 您已經看了一整日的奏折了 国家大事怎比你我归房苗梅之乐呢 妹娘 你真美 妹娘 你脸上是什么 莫非你跟陈宇的百姓一样 生懒怪病 陛下 妹娘 连日不得安诊 今日晨起 朱发现脸上长了椎 妹娘 你的嘴好扯 想不到你头发放下来也如此动人 小嘴 香气逼人 陛下 臣妾的痘肚消失了 多谢大侠 这位大侠 你骨骼特意伸手不凡 究竟为何方神圣 还有 方才那阵甘霖究竟为何物 服用后竟如此清爽舒畅 莫问此瓜 何处来 但求一人 笑颜开 后会有气 哈哈哈哈 少年啊 伯娘 喝此物只留茶香 没有苦瓜味 减少活气有力 约会必备 女子服用后 聚热节牢 夫妻房事美满 乃治国必备啊 哦 原来此瓜来自分解茶 来了 吃 船指下去 速将此分解茶发送长安城百姓 怪斗定能解 并分布太医 研究此茶 致出配方 专止 有备无患 我们长军立下大功 终于登上皇后宝座 从此长安城百姓安居乐业 国力渐渐强盛起来